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美國媒體報導說 伊朗預計將會在這個月的5號 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為的是黎巴嫩真主黨的指揮官 蘇庫爾還有哈馬斯的政治領袖 哈尼亞遇襲身亡來復仇 那麼現在就擔心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黨全面開戰 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就呼籲 美國公民盡速趕快訂機票 離開當地 黑夜中以色列鐵充防空系統啟動 攬截數十枚來自黎巴嫩的火箭 据怕黎巴嫩真主黨 與以色列之間爆發戰爭 並擴散到其他地區 美國還派遣軍事資產到中東 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 與黎巴嫩真主黨指揮官蘇庫爾在七月底相繼遇襲身亡 美媒引述美國與以色列官員指出 伊朗預計在這個月五日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空襲 我們不知道從哪裡會出發 會從伊朗 由伊朗 由伊朗 會從伊朗 由伊朗 會從伊朗 由伊朗 据怕中東緊繃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西方國家紛紛開始動作 英國政府跟進美國 呼籲在黎巴嫩境內的公民儘快離境 瑞典外交部也宣布 將關閉駐貝魯特大使館 華視新聞 盧友珠 由伊朗報導